都说夫妻在一起生活久了会有夫妻相 却不知夫妻生活久了还可能会得夫妻病 南京市浦口市民王阿姨对此深有体会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他们夫妻二人先后被查出罹患癌症 经过江苏省中医院浦外科主任江志伟教授团队的精心救治 两人成功接受手术治疗 近日同时康复出院 虽然很不幸两个人都得了癌症 但我们又很幸运 能遇到江志伟主任这样的团队 才能这么快就康复 出院时 王阿姨和老伴马大爷紧紧拉着江志伟主任的手 连番道歇 64岁的王阿姨年初就觉得腹部不舒服 吃完饭后总打宝格 以为是消化不良便没当回事 直到5月 因为上腹突然疼痛不移到当地医院就诊 未经检查发现王阿姨的胃部有大的溃疡 怀疑恶性可能性大 病理结果正式为胃癌 腹部CT也显示胃痘附近有一个约成人拳头大小的肿瘤 周围淋巴结也有肿大 医生考虑为胃癌晚期 并且发生了转移 已经错过手术最佳时机 就在家人为王阿姨的后续治疗焦头烂额之际 马大爷想到自己也经常便秘 腹痛 于是在7月初做了一次肠镜检查 意外发现生结肠有一处病变 结合病理结果 确诊为结肠癌 为了寻求治疗 7月中旬 王阿姨和老伴慕名来到江苏省中医院 找到了浦爱科主任江志伟教授 在了解他们的病情后 江志伟立即将其收治入院 并把他们安排在同一个病房里 既方便家属照顾 也可以劳两口互相鼓劲加油 由于王阿姨胃部肿瘤过大 跟周围脏器有粘连 直接手术无法彻底切除 为了提高手术切除成功的几率 专家为其制定了新辅助化疗加手术的方案 先消除潜在的微转移造 减少术中肿瘤细胞播散 再择期进行手术 经过两次化疗后 肿瘤体积明显缩小 7月底江志伟通过3D腹腔镜手术 为其做了全胃切除 而马大爷情况相对简单 由于结肠癌上属早期 完善各项检查后 便在王阿姨之前 接受了微窗下结肠癌根治术 我们两人恢复的都挺好 术后第一天就可以下床活动 第二天能近视半流至 运动后没有明显疼痛 我本来五天就可以出院 但为了陪我老婆 选择同一天出院 马大爷说 为什么夫妻差不多时间 相继确准为癌症 不完全是巧合 江志伟表示 癌症的发生 发展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与其相关的致病因素 也非常多 夫妻俩先后患上胃癌 肠癌 可能与家庭长期的不良 饮食习惯有关 据了解 夫妻俩虽然生活条件不错 但秉着节俭持家的观念 常年吃剩菜剩饭 另外 纳肉 香肠等腌制品 也是餐桌上的常客 这无疑增加了患癌的风险 不论是隔夜菜食物 还是腌制品 里面的亚硝酸盐含量较高 亚硝酸盐进入人体达到一定量 会在胃酸的作用下形成亚硝案 这是一种一类致癌物 偶尔吃吃 一般情况下问题不大 但是长期食用 亚硝案就会在身体里日积月累 容易诱发消化到癌症 胃癌等 首先 没有肉的食物供给 要知道的是 肉分为红肉和白肉 红肉是指烹饪前呈现出红颜色的肉 白色则是烹饪前是白颜色的肉 根据国际研究机构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等多家机构指出 每天大量吃红肉 会诱发节肢肠癌 乳腺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生危险 但并不代表不能再吃红肉了 而是适量的食用 红肉中同样含有多种 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 如大量的铁元素 矿物质 饱和脂肪酸和B族维生素等 再来看看白肉 白肉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除此以外 还有多种氨基酸 维生素 矿物质等营养物质 所以 每天肉还是要吃的 最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推荐我们 每天食用肉的量 控制在40到75克就可以了 其次 这对夫妻每天早上吃的是咸菜 咸菜属于腌制品 其中的含盐量是不容忽视的 其他的还有腊肉 腊肠 咸鱼 鱼罐头 泡菜等含盐量都很高 长期摄入 会使机体中的渗透压失去平衡 劲还会导致高血压 胃癌的发生 另外 还有一种物质 也是不容忽视的 就是亚硝酸盐 咸菜这种腌制品 如果放置的时间长了 就会产生对身体有害的物质 亚硝酸盐 食用多了 很容易发生中毒的现象 出现恶心 呕吐 胸闷 呼吸困难 皮肤发紫 烦躁不安 坐不住等症状 严重的 还可能会危及生命 所以 自己尽量少 腌制咸菜 或者其他地方 没有经过包装的加工制品 要少买 避免出现食物中毒的现象 当然 如果想吃了 为了自己和自己家人的健康 可以去正规的厂家 或者是大型超市进行购买 这样的产品 是符合国家规定的 最后 提醒大家的是 粗细搭配 荤素搭配 适量而宜 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即便 你是经常吃素 很少吃肉 也容易增加肠癌的发生概率 这也是为什么 这对夫妻患肠癌的原因之一 因此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 预防肠癌正确的做法 不是只吃素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的是不正确的吃素方式 就不是养生 而是养病了 所以 大家预防肠癌 最好做到以下这几件事 一 预防肠癌 每天要保证膳食纤维的摄入量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健康 每人每天摄入膳食纤维的含量 应该在25克至35克的范围内 这个范围 如果要做起来 真的很简单 对于每顿饭都要吃的我们来说 只要把一部分的主食 替换成粗粮就可以了 如颧骨物 豆类 二 预防肠癌 每天每人要限制脂肪的摄入 脂肪摄入过多 也是容易诱发肠癌的危险因素 特别是喜欢吃高油脂食物的人 在畜肉禽肉的选择上 还需要大家尽量选择瘦肉 或者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鱼类 海产类 也可以满足你吃肉的想法 在近年的养生界 肉似乎成为重视之地 吃肉会吃出肥胖 脂肪肝 甚至癌症 所以大家都不敢大口吃肉了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周晓东认为 胃癌主要和病人吃的食物有关 这对夫妻先后得胃癌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腌菜吃太多 二是膳食结构不平衡 那么 胃癌病因的源头是哪里 下面三个要当心 一 腌制品 研究表明 常吃腌制品 患胃癌风险 会增加四至五倍 第一个原因是 腌制品中亚硝酸盐含量较高 亚硝酸盐进入人体后 会在胃内环境作用下生成压硝酸 而炎的渗透压较高 会直接损伤胃粘膜 当致癌物接触到受损的胃粘膜 癌变几率会大大升高 二 烧烤 周医师说 烧烤食物中的蛋白质 经过高温后会产生本病皮 这是一种致癌物 觉得烧烤很好吃 可以偶尔吃一些 但切记狂吃 三 病菌感染和遗传 幽门罗感菌被认为是一级致癌员 周医师说 十个人里有六人携带这种菌 大部分不会引起胃癌 但如果你有顽固性消化不良 患了消化性溃疡 由胃癌家祖史 就必须跟出这种菌 此外 宿主基因也有胃癌易感性 主要与遗传有关 纯吃素并不提倡 建议三口蔬菜一口肉 既然吃素不是那对夫妻患癌症的主因 那么吃素到底是不是一种健康的饮食习惯呢 周医师说 提倡多吃素 而不是纯吃素 只吃素会使身体缺少某些重要元素 比如蛋类和肉类中的蛋白质 蛋白质的摄入会帮助提高人体免疫力 这类物质只能在肉类摄入 因此吃肉还是必须的 周医师说 建议三口蔬菜一口肉 这是最正确的饮食习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